夏天到了 火紅的鳳凰木也開花了 今年的鳳凰木開得特別好 嘉義到台南已經一片火紅 白河的蓮花也爆開了 難得看到這麼多的蓮花一起開 整個池子開得滿滿的 哈囉大家好,是肥貓 我們今天來到白河的領初碑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蓮花也阿伯樂喔 原本預期會像往年一樣 白河少安會有滿滿的阿伯樂 很喜歡少安阿伯樂 黃花配著稻田的感覺 遠看近看都很有詩意 也許是來得太早 今年少安的花況有點不如預期 可能要再等一到兩週才會比較好 還好今年白河的蓮花還是一如往常的熱情 訂放出滿滿的美麗花朵 這次發現的新蓮花景點 是白河西北邊 少安阿伯樂大道南邊 往小南海風景區 附近的蓮花田 要看到美麗的蓮花有幾個要點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早上就來 蓮花一到中午 就會閉合起來 就會看不到蓮花盛開的模樣 另外 不要死守一片蓮花田 要到處去繞繞 蓮花開花三天就凋謝 要去找剛好盛開的花田 整個白河市區的北邊 到西邊 都是尋找蓮花田的好地方 掃描畫面中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白河蓮花的即時花礦喔 推薦市區三明路附近 有一片250米寬的蓮花田 一望無際 相當壯觀 有土地可以下去走走 這麼大片的蓮花田 簡直就是蓮花海 就算在白河地區 也很少見 值得您拨空來走走 一同來欣賞 被滿滿蓮花包圍的感覺 整個白河蓮花季 從5月到9月 都有蓮花可以看 我的空拍機 DJI MINI 在側飛取景的時候 不小心勾到樹枝墜機了 還好沒掉進水田裡 撿回來輕易輕繼續飛 就算墜機 也要看得蓮花美麗生影 小南海普陀禪市 也是值得過來休息的好地方 有蠶寺於小湖 湖光反射著天空 相當幽靜 小南海 面積36公頃 平均水深4到5公尺 是白河地區灌溉用的被塘 湖面上的淺灘 吸齊了很多北白露絲 數量有上百隻 是台南白露絲主要的稀息地 上百隻白露絲一起飛起來 有如白雪飄落 相當的有趣 小南海普陀禪市 主公觀音佛祖 建於民國五十一年 雖然不是什麼明山大寺 但是依山傍水 景致相當宜人 旁邊有吊橋步道可以行走 一圈約4公里 很適合散步 或騎腳踏車來繞一圈喔 小南海風景區往西走 往西營 池聖宮 台一線鐵軌旁 有一棵盛開的鳳凰木 吸引很多攝影愛好者的目光 大家都想捕捉火車穿過的瞬間 留下紅花雨火車的毛衣身影 這棵鳳凰木開得相當好 火紅的花朵布滿了整個天空 象徵著炎炎炎夏日的到來 拍出迷你前往針塔 更可以看出這棵鳳凰木的狀況 另外也推薦不遠的清寮五米垃圾區 這裡也有熱情火紅的鳳凰木 還有五十年代的民國老街 可以來買當地的特產 補麵粉純米麵包喔 本集就在清寮火紅的鳳凰木陪伴下到了尾聲 如果你喜歡本頻道的話 請幫忙按讚加分享喔 我們下集見